上一次,我们把聚武源的第一个,持戒心境讲完,第二个是讲衣食具足,第三个是指玄居静住,第四个是指习书原物,第五个是静善知识。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从士长波罗尼的36页讲到48页,第一个,持戒心境完毕,那在这里呢,做一个总结,然后呢,我们才会进一步进到下一个单元,叫衣食具足,在进入下个单元之前,先看这张图片, 这张是西藏佛教的九注心,也就是指观的过程,这张图片我在南北禅观的心耀里面也放过,这张在藏传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九注心,原初于瑜伽师利论,有范文本,九注心也,这个主题传到西藏,成为指观的核心, 南传佛教有心境道论,也要修切定会各种条件,中国佛教最有名的指观,当然应该称天台中教观双鸣,尤其是小指观跟士长波罗尼, 那在这要进入这个九注心之前呢,就必须要有我们讲的二十五种前方点,可以吗,要不要我这样, 在九注心,是被包含在小臣禅观跟大臣禅观里面,最完整的是在瑜伽师利论,也有一部论叫做大臣庄严保皇经,里面有个教界教授品,其中也有专想到九注心, 所以汉语的定论,只要谈到禅观的,一定都可以谈到九注心,可惜的是,瑜伽师利论全部是汉文本被保留,但是汉文本呢,现在断简长边,西藏人并没有整套的完整瑜伽师利论, 但是在瑜伽师利论里面的重要几个核心,尤其是九注心,是被翻为造成,尤其是在莲花界的修行道士地,英文叫stage of the meditation, 在台湾,像素林书版社已经翻成禅修的地图,这部书里面也讲到九注心,所以九注心是在你修南传、北传、藏传、长官里面呢,一定会经过的过程,还不是我们现在讲二十五方便, 我们二十五方便,基础以后,你开始调生、调习、调心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九注心,放这张幻灯片给大家看的意思是,它九注心用大象做动物,有九个,你可以数一二三四五的东西,那它呢,第一个,最下面的大象是黑色的,代表我们的恶念、恶业跟恶习, 大家知道,像动物都要有人看管,就像看管马、牛或羊一样,所以刚开始看管的人呢,也是呢,心圆意马的,跟着这个动物跑,慢慢透过你指观、指观,这样训练的功夫,到了第二个阶段,像变成白的,耳朵是白的,身体还是黑的,表示你把染污的叶转成善叶, 然后又转成善叶,到了第三个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象的头是白的,身体还是黑的,但是呢,这个修行人呢,可以呢,到他的背上去,所以你注意看,他这里画了两个人,一个是穿着衫,袈裟的出家人,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图,大象的前面有个小孩,有没有,那个代表我们的心,到处跑来跑去, 你看,第一个阶段,你抓不到你的心,第二个阶段,你抓不到你的心,第三个阶段,大象的头变白的,身体变黑的时候,哇,心呢,才抓得到,你的心啊,那个心呢,就像呢,小孩子一样,坐在大象的身上,到第四个图的时候,是,大象的前半身是白的,后半身还是黑的, 到了第五个图呢,只有剩后半身的腿,不是黑的,全面是白的,到的,到了第六个阶段, 然后呢,只剩下腿是黑的,其他全部是白的,到了第七个阶段,经好,像才完全变成白的,但是注意,大象还是大象,修行人还是修行人,表示他有能锁, 到了第八个图的时候,大象蹲下来的,乖乖的,听的是修行人,那出家的修行人,也不用再跑了,心坐下来是常坐像,所以他们两个靠在一起,表示能锁的距离越来越,越大, 到了第八个图,能锁合为一,修行人已经能够驾驭这个大象,最后,一个图是,他可以修行人驾驭这个大象,飞到天空里,显现神通, 这个图在西藏的禅关里面,或是禅堂里面,他都一定会画这个图, 这个图是非常非常庄严的,我好不容易等到,然后呢,这个代表我们久住心的过程, 简单的说,我们在调身,调习,调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刚开始会像瀑布一样,万马奔腾, 就像第一个大象跟第二个大象一样,你常常在那做拔河站, 到了呢,万马奔腾的这个瀑布流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嘛,大的河流,第二个阶段, 慢慢变成小的河流,最后呢,河流的水,不管是干净不干净,都会流到大海水, 大海水你刚流进去的时候,还是会有波浪的,最后你的大海水是心静如止水, 所以它透过腹部,大河流,小河流,以及海水,来说明我们的心进化的过程, 这个久住心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不管你修的所缘境是南传的身受心法, 或者北传的进佛国土,一佛名,一菩萨名,大乘的三昧或念佛的三昧, 乃至你修的是藏传佛教的上师,本尊,护法,净土或曼达, 你所经过心的变化的过程,都一定不离开这九个阶段, 所以,上树林有出版社,又出一本书,叫做米方仁波这些,叫九住心,非常好, 所以台湾是真的很有福报,这些东西也慢慢都翻成中文, 你必须要了解这样的过程,但是一般我们若不常常修学的人呢, 其实不管你是在共修的时候,或是在自己家里打坐的时候, 这九个大象来讲,大概都是在第一个跟第三个里面一直跑, 而且跑的时候还会掉下来, 然后呢,最后呢,大家还赖皮的坐在那边,耍脾气不走了,也有这样, 这个心就代表我们心源意满的这个乱心, 这张图片将来也会上网,让大家download,这张是非常庄严的, 讲到这里,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实际的清静做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来自于各位的研讨,以及我重新修正, 否则,讲古汉文,我跟你说,我也可以画三次把全部念一遍, 白话翻译完就好了,可是我会觉得那样大家受用不多, 为什么?经文归经文,现在环境你都做不到,远离溃闹, 对不对?衣食丰足,大家是挺丰足的, 但是不一定跟法相应,所以我会不厌其烦地花很多的时间, 讲各种状况,请看,第一个,想想看我们自己为什么, 实际不清静,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无量的原因里面归纳, 第一个,你的杀乐跟口业非常的粗重, 你盖住了你自己的本性,因为我们内心的烦恼, 真的是很粗重,这个粗重是无量节, 无量节的烦恼习气,就像古人常常批语的说, 这个面跟油啊,大家吃过油面吧, 面跟油扩在一起,油面很好吃嘛, 但是现在你要把油跟面给分开啊,那很难的, 怎样很难呢?你重视把油面拿水去煮, 一直烫一直烫过滤,烫了两张面, 最后你的面还是油搭搭的, 这个面跟油啊,代表是什么? 我们的烦恼习气,面代表你的烦恼, 粗重的烦恼,油呢,代表你细微的习性, 纵使阿罗汉正到四国阿罗汉, 他没有面的烦恼,但是他还是有油腻腻的习气, 因此在我们内心里为什么常常会有这么粗重的烦恼呢? 是因为无量级的恶业,所以杀业跟口业这是最容易发生, 淫欲业是最难断的, 接下来因为你有粗重的烦恼, 所以你所显现的环境就会遇到恶友, 那我们常常想我们会交到恶友, 因为当初你也心意跟他相应,你也接受他啊, 相互帮忙的同时,比如说世俗人是相互利诱的, 第二个,有些烦恼发动的时候, 有些是自己的力量比较强, 外在的烦恼比较弱,又过力少, 有时候是外在的烦恼比较强, 内心的烦恼比较弱, 但基本上是内外相应的, 举一个例子, 在座的男孩子都当过兵, 我也是当兵过, 在当兵的时候, 人家常常男孩子都会争意气, 争所谓面, 他就会说一句话, 你闹肿,你不能肿, 他就说,我就做给你看, 你看,这是外在的恶缘来诱惑你, 做沙盗淫忘酒, 你为了就是什么, 赌一口气, 那女众常常也会争风吃醋的, 比先生,比家庭, 也是会去争风吃醋的, 对,所以古人讲, 三姑六婆里面, 谈话要清静的话语不太多, 所以有时候是你要发现, 是自己的烦恼很强, 没人诱惑你, 可是是你的烦恼发动, 第二个有时候是, 你根本的烦恼比较轻, 只是这时候碰到了恶缘, 一个恶缘, 鼓励你, 诱惑你, 所以你没办法直接清静, 但基本上是内外常常相应的, 那你要看哪个地方比较强, 就要去哪里对峙, 第三, 环境很重要, 在说活世界, 恶友总是比善友多, 所以学活的时候, 必须要懂得节哲, 良师, 义友跟好环境, 接下来再看, 你来不及超美关系, 就超关键字, 将来这些幻灯片都会上网, 第四个是方法, 你既然觉得说, 我实际没有办法清静, 那我要常常关照自己的念头, 比方说, 对别人诱惑我们, 要我们去做杀盗盈望酒的时候, 你重视没有勇气, 勇敢的人当下就说no, 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如法的, 但是你若没有勇气说no的时候, 你起码表达说, 我可以给我半天常常去思考, 明天再答复你, 我现在不能回答你, 起码这时候呢, 你能够悬崖勒马, 勒住你自己, 不好的恶念跟习气, 让他不要发动, 所以在十戒清静里面, 会下手的地方, 杀阴杀源, 杀火杀业, 大部分都是先从杀源, 开始把它砍断, 就是说, 你把外在的环境给转变的时候, 虽然你还有烦恼, 但是起码你不会造深口意的恶言, 当然内心要调扶一下不容易, 可是起码你不要恶言, 造重罪, 第五个, 要常常训练禅修, 常常训练禅修的人, 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才能够学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念头, 在控制自己的念头里面, 第一个, 先要勇气接受自己的好念头跟坏念头, 你不可能纯善, 也不可能纯恶, 纯善的话, 你不会做整理, 纯恶的话, 你假如早就下了地狱恶鬼畜生道, 三恶道出不来的, 所以凡夫应该是好坏都有, 但是以百法明门论而说, 恶念总是比较多, 所以我们凡夫也说, 学好要三年, 学坏要三天, 伤害别人, 只要三秒钟就可以伤害别人, 所以你必须先接受自己好坏的念头, 你才能够去超越它们, 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觉得禅修在你这一生, 是很重要的修行, 否则一般的佛教徒老实说, 广大的众生都修六度波罗蜜, 以我的观察, 三分之二的联友, 不管南传北传荡传, 都是修不失慈戒忍入精进, 不失慈戒忍入精进而已, 最终就是这样, 真正要能够每天觉得说, 我今天一定要禅修, 我要超越我自己的恶习恶念, 我要早日正缘起信空的波忍空会, 这样的愿力的人不多, 但是这也要累积的, 你也要前面不失慈戒忍入精进, 忍入是禅定的前方辩, 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 假如还停留在不失慈戒忍入, 不失慈戒忍入的人, 老实说, 大部分, 当然没有, 我没有说很绝对, 大部分都是哪, 看到外面的近, 以及看别人的不对, 但是不会欣赏别人的优点, 更不会看到自己的权利, 所以只有在禅修的时候, 你才会看到自己好坏的念头, 接下来, 你要学着去接受它, 再来调伏它, 最后你才能够超越它, 我再讲一遍, 接受它, 调伏它, 控制它, 最后才能超越它, 举一个例子, 当你跟别人发脾气的时候, 朋友傲气的时候, 或夫妻吵架的时候, 有时候谁也不服谁啊, 我就是不堵那口气, 我都不愿意跟别人做道歉, 那你要知道, 有时候你觉得声音, 语言,文字, 或是肢体语言, party language, 会让人家产生误会的话, 那你可以用文字表达, 跟它道歉, 或是写卡片, 因为文字跟卡片, 它可以让很多时空, 都让它感谢, 刚开始它收到的时候, 它打开的时候, 谁接受它道歉, 一丢, 还是丢在旁边, 三天它看到那个卡片的时候, 会觉得, 这个人还不错, 蛮有良心的, 也会道歉, 接下来想个五天六天, 它讲, 我让它打个电话, 所以, 文字跟卡片, 是有它的意义, 有价值的, 假如你觉得, 声音, 语言, 跟肢体语言, 会让人家产生误会, 你也会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 但是对方也戏不下, 那你又必须解决, 彼此的恶缘的时候, 用无形的文字或卡片, 会是一个沟通的方式, 否则你的称心, 是一辈子放在心里的, 是一年, 两年, 三年, 一辈子爆发, 到临终的时候, 有些人都还放不下, 那很要小心, 以净土中来讲, 你这个称心的恶念, 跟不原谅别人的习性, 在临终的时候, 会显现出恶业出来, 不管你讨厌的那个人, 当时年龄多大, 在不在你旁边, 已经活着还没有活着, 可是你内心的发誓语中的种子, 一定会显现, 它的样子在你面前, 这就是为什么, 第一章经讲, 难言福提众生, 离命中时, 都有很多冤心在主, 会来采命, 其实采命不是从外面, 是从你内心恶业的显现, 当然有些比较更强的恶业, 它会召感幽民界的众生来, 别人看不到, 可是你有这样的恶业的话, 你是会看得到的, 接下来, 第六个, 总结, 至于持跌清静这一段呢, 先鼓励大家, 三个方法, 常常忏悔, 常常发愿, 常常回向, 回向里面, 要回向给你的冤亲在主, 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福提, 很多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会碰到很多, 有幽民界众生干扰他, 不管是内在的恶业, 或外在的杂染源, 回向给他发愿, 我成头的时候, 再回来度你, 这样子的话, 那怨心在主呢, 就会离开, 因为有什么, 你的大悲怨心的功德力, 会让你, 这一生, 能够从轮回而得到紧托, 在忏悔方面呢, 还是鼓励大家, 多念八十八博忏悔文, 或读, 普简险情愿提音, 忏悔, 发愿, 回向, 这个是让你不断的持戒清静, 一直增上, 将来持戒清静, 我用个比喻, 从零到一百来讲, 你刚开始持戒不清静, 也不可能一下子, 我今天发愿完, 明天持戒清静就一百分了, 不可能的, 一定是从零增加到十到二十, 有时候又退为十五, 接下来呢, 明年又更精静变三十, 后年业障献钱又变成五, 所以就像百时钟一样, 但是起码你要鼓励自己, 为什么呢, 起码我不是零, 起码我开始踏出一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踏出一步, 来生还是考零分的, 这样的话, 那你起码会心安, 所以你会给自己鼓励跟信心, 第二个应该发愿, 发愿也常常求佛菩萨, 让我们深深世世, 戒德庄严, 戒清静而没有障碍, 在讲集里面, 我想过你可以拜委佛菩萨, 也可以拜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拜你最有缘的佛菩萨或本尊, 他也会深深世世护念你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时剧组, 请看课本四十八页, 中间二, 明一时剧组, 经明一法有三种, 请把法给画起来, 这一段讲一时剧组, 不是讲世间人说, 让你吃得好, 穿得好, 没有忧郁, 而是说, 我要怎么样有足够, 不要太多, 又不要太少的衣服, 让我跟法相应, 所以叫做一法, 这个衣服是当中有法的象征, 然后是目的要让你去求禅修的, 举一个例子, 他分三类, 第一个, 如雪山大事等学道, 他只要一件衣服, 不用油画人间, 他有足够的堪忍力, 这是上等根性的人, 比方说, 释迦摩尼佛在雪山苦行六年, 他六年也没有啊, 像世间人这样茫茫碌碌, 可是他六年就是专丘禅定跟止观, 波罗蜜, 在这里多补充几句, 在西藏里面啊, 你会想, 我只穿一件衣服又那么冷, 可以吗? 可以, 西藏有修叫走火定, 走火定简单的说, 走火定也可以开一门客, 它是属于西藏禅观里面的中上级课程, 叫气脉明点, 意思说我们人体有体温, 透过我们的体温, 然后呢, 我们身体, 西藏佛教继承了印度波罗门教, 从头顶, 额头, 喉咙, 心间, 肚脐, 到生殖器, 将有五个密轮, 每个密轮, 每个轮都有无量的能量, 透过观想念咒, 把每一个轮的能量给打开, 以现在话来讲, 就是所有你的气脉都封达了, 那你呢, 外面的呢, 百寒不清, 百毒不清, 所以你只要一件衣服就可以了,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凡夫一般没有这样的定力, 取冠例子, 当感冒的时候, 你会觉得全身都寒气, 你就开始打鼻涕了, 咳嗽了, 当你夏天中暑的时候, 你觉得心乱如麻, 我身上要刮伤, 那我要吃青草茶酱果,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的心啊, 没有止观的功夫, 你的心是被你的身上的寒气跟暑气所左右的, 那气里面呢, 它有能量, 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气, 精气神的气, 那现在是反过来, 我透过修禅修的力量, 然后透过念咒念果, 把我的心很定, 心的念力可以转一切的静, 所以你心可以转一切身上的细胞的能量, 包含控制它流血流的速度跟气流的速度, 最后全身通达无碍的时候, 修成中脉形成的时候, 它走果定就产生, 所以呢, 甚至呢, 身上会放熟熟的燕火, 这个叫走果定, 先介绍到这里, 这个是藏传佛教里面的高级班, 不是初学人修的, 第二个, 如加塞尊者受头头刑法, 只要接受三衣衣服, 不接受其他的衣服, 这是中等人, 佛教的时候, 印度是非常炎热的, 夏天有四五十度, 所以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常常说, 比丘没事的时候, 夏天天气很热, 不要靠近神床, 大家知道神床吗, 就两个树里面, 这样绑个绳子, 因为一扑到神床就睡着了, 佛想天的时候常常喝湿, 比丘你又睡着了, 比丘你又靠近神床了, 所以在比丘界里面, 夏天美食要远离神床, 意思是什么, 不要贪固睡眠, 因为天气是太热, 太热怎么办呢, 那只好到树下打坐, 或者到河边去冲凉, 那马来西亚的人也是很热的, 新加坡的人很热, 一天都要冲三四两的, 冲凉就take shot, 因为冷水, 让自己的身体的体热而下降, 所以印度的人, 出家人或修行人, 或是其他宗教的人, 最多是三个衣服, 假如你要接受第四件衣服的话, 身团要摆重, 否则这样子贩戒是贪心的, 可是这样的文化传到中国就不太适应, 为什么, 中国的纬度比较高, 你看, 大江南北, 在黑龙江, 或是在长城以北的人, 那我跟你讲, 三一是绝对很冷的, 所以你看, 民国红衣大师, 他就不止三一, 他有很多的背心, 甚至他有观音头套, 为了让你不要受寒, 你才能够入得定, 这是不同的文化, 接下来第三个, 所以这里智者大师也有说, 若多寒的国土, 以及你下世不堪, 下世不堪就是你的体质没办法, 你要很多很多的衣服, 如来开方便, 可以续一百件物品, 百衣物, 但是你要说净做法, 就是要身团白净, 你要跟他说, 善男子, 善女人, 善知事我很惭愧, 自己业力深重, 这个色身不好, 所以我现在要必须要多一件毯子, 大众风景妈, 大家说没问题, 好, 那你就可以接受, 大家说不可以, 因为你已经贪了, 事实上你的房间已经藏好几个毯子, 那你就拿出来布施, 三军座就是这样, 所以身团有身团的功德, 不是说相互监视, 不要这样理解, 而是相互在道业上提醒说, 其实用很多东西, 是让你贪真是很容易砸染心的, 所以你看他讲, 质量知足, 若过贪求者, 于道有方案, 所以出家人当时, 这个叫做脱波叫什么, 如来应量器, 听好, 事实上的如来应量器是没有标准的, 每个人大小不同, 有位大, 他当然就做比较大, 那位比较小就比较小, 可是现在你去看泰国出家人拖波的时候, 都非常大, 而且是两三人份, 为什么, 那是因为有些寺庙有直视声, 没办法出来拖波, 有人生病, 有人是老比丘, 行动不方便, 所以他出去拖波的时候, 可以尽量拖, 拖到这个波完了以后, 再回来会倒在大的石器里, 跟大家分, 所以好的身环应该是呢, 一个罗汉, 一个灾, 一个罗汉是一分食物, 所以身环里面是大家是应该平等的, 纵使到了中国的残堂, 也不可以帮当家师或住持人, 配特别好的食物, 这样是犯戒的, 当然你们对师父是很恭敬, 我知道, 可是现在毕竟大家不是出家众, 所以也没有依据丘的戒律, 但是重点是什么, 平等心, 大家有水果的时候, 你都有水果, 那你会说师父很难分, 大苹果小苹果那怎么办, 通通打火吃嘛, 一人一杯不就够了吗, 对不对, 以前在五台山就有一个感应路, 对不起, 我讲到这里我就讲, 平等心很重要, 平等心是受持六合径的基本条件, 有一次文书势利菩萨, 化身到五台山的一个寺庙, 那他做一个在家居士, 然后来供养苹果, 水果, 苹果是很尊贵, 可是生团里面呢, 就有一千多个出家人, 他就是要考验这个出家的住几名平等心, 他就到寺庙来, 免香拜佛, 你说师父啊, 我好不容易拔山涉水来呢, 我要供养寺庙有五个苹果, 你可以欢喜心接受, 那大家就想, 天哪, 你只有五个那怎么办呢, 我们身边有一百个身重, 那一千个身重啊, 那怎么施啊, 一人咬一口也不够啊, 他说不管, 反正我就是供养你呢, 我真诚供养你嘛, 然后呢, 这时候他们就在沟通当中, 声音比较大, 这时候注射和尚就走过来, 然后就告诉他, 知客师, 人家是以真诚心拔山涉水来的, 那你就应该接受, 欢喜先接受, 而且要给他祝愿, 祝愿就是念经文, 对不对, 所谓不施者逼迫其利益, 将念经文中给他祈福, 这时候呢, 那个施主就看到说, 谢谢注尺, 您大吃大杯, 那他就问说, 师父啊, 我中文可以在那边挂单吃饭啊, 当然哦, 可以啊, 注尺很有平等心, 他说时方来时方去, 既然你千里瞧瞧, 你就来这边吃吧, 吃个饭, 那他吃的时候, 他就看这个注尺怎么做, 转个头以后, 这个张家师是很苦恼的, 五个苹果怎么供养一千个出家人, 他说不会简单啊, 炸过去, 打果汁, 把所有的苹果打碎, 然后呢, 把它倒在大家的过堂, 行堂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都有水吗, 对不对, 水, 我们吃完饭, 中国国家生团, 吃完饭都会有水嘛, 把我们剥齐干净, 他就倒在那个大桶里面, 每个人都一杯水嘛, 那时候呢, 这个傅人就笑一想说, 嗯, 这个注尺修食非常好, 所以吃完饭的时候, 要走的时候, 他给他顶礼, 他说注尺, 谢谢你哦, 那么慈悲, 然后来接受我的供养, 那您真的修食非常好, 然后摇身一变, 虚空中出现什么, 文殊势力很大, 哇, 他注尺是吓了一跳, 他说还好, 刚才很平静, 对不对, 可是他修食真好, 文殊势力跟他放光说, 你这一身修食, 将来必定往生, 文殊势力, 所以他跌得很庄严, 所以从这里小事, 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心量, 有没有平等心, 这个故事值得我们学习, 不过要做到很不容易, 好, 接下来再看, 衣食具足, 具足食者有四种食物, 一者若上市的人, 在深山绝经里面, 水果蔬菜可以得, 就能够长养你的生命, 所以真正在深山里, 修行的人大部分都素食者, 为什么, 因为环境造成的, 他不会说我在修行的时候, 看到一个鸟过来, 我要烤鸟肉, 不会, 他有慈悲心的, 所以深山里闭关的人, 大部分都是蔬菜, 水果跟野菜, 可以让他温饱就可以了, 所以为什么会有, 不但是中国, 宏庆老好像是水果师, 我跟你讲, 中国的历代高僧传记里, 在深山里很多水果师, 西藏的话, 比较不容易有水果师, 因为他环境有, 那是呢, 在家居是知道深山里面, 有闭关师父的话, 他就常年会帮他送饭的, 饭菜也很简单, 可以让他, 以去以知命, 能够支持他的色身, 第二个, 或是长行投陀法, 脱波, 受起始法, 是起始法, 可以托种四种邪命, 以正命而活, 能生圣道, 所以脱波是成佛的圣道之种, 这里四种邪命, 下个幻灯面会介绍, 那现在有个问题, 佛总为什么要, 扶地子去脱波, 第一个, 折服你的我慢心, 第二个, 培养你的平等心, 你看, 又来平等心, 所以平等心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一般人, 都不太愿意去跟人家要饭, 当然, 中国的文化里, 在要饭里面都叫教化子, 它是会看低你的, 可是在印度里面, 当时不但佛教, 其他的婆罗门教, 所有的, 每个宗教的修行人, 都是脱波的, 祈克教, 印度教, 各个教, 他都是出去脱波, 所以你不脱波, 是违反当时的文化的, 那脱波怎么来判断你是一个修行人呢, 要剃头, 所以全部是剃光头, 剃光头, 服装当然不一样, 所以佛依当时的文化, 也要求比丘要剃头, 代表剃你所有的烦恼, 烦恼代表三千烦恼师, 第二个, 比丘每天要出去脱波, 折服你的我慢心, 第二个, 要修平等心, 在这里就有很有名的故事, 再重复一下, 阿曼尊者相貌很庄严, 常常脱波的时候, 都是去有钱人家, 因为有钱人家给你的食物是非常好的吧, 对不对, 各种嘛, 山珍海味啊, 都有, 所以他每次走的时候, 很往某个右边走, 然后一家一家都去脱, 所以阿曼尊者相貌好, 他福报好, 脱回来食物都非常好, 可是加塞尊者, 常常是往贫穷的人家走, 所以他每次走, 脱回来都是烧水, 而且有臭的发霉的食物, 那常常呢, 师兄弟会有起烦恼心, 最后有一天佛陀讲, 这样是不可以的, 就把加塞跟阿南都叫来说, 阿南, 你为什么要都往富贵人家走呢, 他说, 富贵学到难吗, 富贵的人家, 你再不给他种福田, 那来生啊, 经生福报想定了, 来生就堕落, 所以呢, 我觉得我欢喜心跟富贵人家结缘, 我说说, 我了解你的心意, 那佛陀又问, 这个加塞尊者, 那你为什么都走贫穷人家呢, 他说, 佛陀知道我靠药不处行, 贫穷的人就是因为过去是遇不到三宝, 就是不肯不吃, 很吝啬, 所以我今生更要让他种福田, 所以, 纵使贫穷的人只要用真诚心, 食物不会坏掉呢, 伤害我们的身体, 只要他拿他所有的东西来供养, 我都欢喜心为他, 接受, 希望他来生因为广众三宝的福田, 而有脱贫穷的痛苦, 佛陀说, 我也了解了心意, 但佛陀说, 你们两个都不太清净如法, 没有平等心, 所以佛陀规定, 以后脱波, 佛陀脱波, 生前出去脱波, 不管向左左向右左, 每一天都有固定的方向, 按照顺序, 比丘分开脱东西南北, 脱七家福路平复贵贱, 不可以跳过, 跳过的话, 这是我值, 七家若脱不到, 那你今天就能回来吃自己吧, 就是表示你功德力不够, 要忏悔, 那当然, 其他师兄弟也会分十路给你, 但给你一点心, 那你要惭愧心, 所以, 这个你要了解这个故事的意思, 我讲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佛教徒要有, 你要知道脱波, 当然现在在台湾的中国文化, 是不能被接受的, 也不流行, 甚至你真正去脱波, 还变成误会, 觉得在市场骗人的这个假格上, 可是现在我们要学的是, 平等心, 跟哲你的我慢心, 这是要学的, 第二个, 我们常常讲, 我们要跟众生化缘, 也要有平等心, 我觉得现在佛教徒, 所制的很多制度, 都不符合这个平等心, 所以, 哎, 我密佛国, 只能讲到这里, 第三, 阿兰若受谈乐诵时, 阿兰若比方说, 佛陀在印度的时候, 结下安居, 从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这在印度是雨季, 雨季的话, 你出去脱波, 是很不方便的, 第二个, 雨季的时候, 蚊虫之身, 很容易踩死众生, 第三, 雨季的时候, 女众呢, 衣服都穿得比较凉快, 有爱道心, 所以, 佛智, 夏季的时候, 结下安居, 在僧团里, 三个月不用脱波, 所有的大地址, 不管身文中, 菩萨中, 通通回到佛的坐下, 重新听经送界而修止观, 所以这个时候, 在这三个月里面, 佛准许, 在清静的阿兰若或金色里, 接受国王文武百官, 或王公贵族或居士, 送饭道来生团, 但是还有一个大家要学的, 佛门想的结下安居, 以现代话来讲叫做, 在职尽修啊, 我觉得佛弟子啊, 现在的人是真的比较没有福报, 不断在家福报比较好, 出家了要很大的福报, 你都不做事, 三个月好好修行, 这都不容易的, 可是我觉得, 这个给我们一个启巴, 精神应该不变, 环境的方式不变, 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自己啊, 尤其是出家重, 因为将来的心机会流通全世界, 出家重呢, 再怎么忙, 一年也可以要给你自己, 三个月好好闭关修持, 当然目前我们商业金色因缘不同, 我都不敢要求, 能够给我一个月, 我就已经奥秘婆婆了, 两个月的话, 我更关系, 三个月呢, 你们就自己放生, 所以, 一个在家出家的人啊, 在一年当中, 你不要一直忙, 一直忙, 一直忙, 忙到你身心是会崩溃的, 待会后面会讲, 工作压力大, 外在环境多, 可是你要想, 我干嘛这辈子这么拼老命啊, 拼了这么个老命, 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在内心里提升啊, 所以, 佛陀志的节下安居的精神, 是希望佛弟子, 尤其是出家中, 要短期的三个月, 在职定修, 不管在节上, 在行上, 你要更进一步, 你的道业才会精进, 当然现在环境不同, 因为为什么呢, 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都是全国各大专业叫做夏令营的时候啊, 所以只好, 现在大家也通全答辩啊, 可是有一个重点, 是佛弟子要不断的精进的充实自己, 这是节下安居的用意, 看第四点, 佛于身洁净时时, 由此等时, 名缘俱足, 名缘依食俱足, 若无此之身的因缘, 身安, 然后暴容, 心若不安的话, 有防暴夜, 第四点最重要是指, 供养出家人, 也不可以过多饮食, 衣服, 卧具, 汤药, 四个就好了, 也不要把出家众给宠坏, 这是在家福弟子的责任, 饮食, 三餐够就好了, 他能够过午不时, 那就赞叹他, 那他不能的话, 他住持生饱, 住持政法城, 又有活动, 那起码三餐, 所以现在台湾有很多的道场, 晚餐都吃得很简单, 一碗面, 一碗饭就搞, 起码不会晕倒, 因为有些人呢, 他不吃的时候, 业力的关系, 他真的是会得胃病, 这环境不一样, 饮食, 卧具, 一张床就好了, 汤药, 衣服, 饮食, 卧具, 衣服, 衣服, 够衣服就好了, 汤药是指生病的时候, 台湾的出家人现在还有福报, 为什么呢, 从正觉金色他们新奇的所谓生邪医护, 全国的出家人都有医疗劳保, 这是非常有福报的, 在其他国家不一定有, 唯有特别的是泰国是佛教国家, 若是你出家人生病到医院呢, 看病是不用钱的, 因为这是泰国国王下令制定的, 出家人呢, 坐车的时候都一定坐第一个位置, 坐飞机他也会坐第一个位置, 全部都是免费的, 那是那个国家有福报, 那你想想看, 其他国家呢, 每个国家的这个医药制度不同, 保险制度不同, 尤其我看到印度尼泊, 有很多的拉玛, 生病的人都不知道, 没有人关心的, 所以你要帮助, 听好, 在家佛弟子要种福田, 也要清楚福田在哪里, 不要去呢, 在那做井上天花的事, 而不愿做雪中种坛的事, 所以出家人自己要这个知足常乐, 同时在家人这供养也要适度, 你真正知道他需要的, 你应该尽力的顾持, 让他弘扬活法, 利益众生, 修持而没有障碍, 所以若是饮食, 衣服, 过具, 汤药四个供养里面, 已经够了还超出去的话, 那我想这样的话, 作为出家重要环境, 在家居室也不要供养供过头, 这个问题比较敏感, 我各位不是深重, 平常我在佛学院会讲得很清楚, 在这里点到为止, 有时候我在全世界弘法的时候, 面临人家指责我们佛教, 哎呀, 有师傅也是开BMW啊, 我说, 我就是呢, 骑摩托车的啊, 有人说, 哎呀, 那个师傅穿的都是丝绸的啊, 不是丝绸不穿啊, 我说我穿的是棉布的, 我说不可以一杆打翻一艘船, 因为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同, 可是这样子也要让我们佛弟子反省, 不见得有钱就是有智慧, 你要懂得哪里是福田, 要有智慧, 你才会是真正重到清净的福田, 好, 我只讲到这里, 接下来这个衣食自主, 四种邪命是指什么, 出自于达安含经第十八卷, 或大制度论第三卷, 第一个叫下口石, 第二个叫阳口石, 第三个叫唯口石, 四唯口石, 第四个叫方口石, 这个你可以自己抄上去, 因为在这个课本里面就没有写, 是出自于达安含经, 跟大制度论, 下口石就是指, 嘴巴往下, 意思是说, 专门做卖药的, 或中田的, 出家人不可以做这个, 你出了家人去卖药都什么呢, 那你就不要出家嘛, 那你说出家人在声闻里面, 不可以拿刀, 拿斧头, 所以出家人也不可以工作, 但是我回答过, 禅宗讲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那是中国特立的文化, 佛陀并没有要出家人去做卖豆子, 晒豆干, 那你就不要出家好了, 你坐在家居士就可以, 出了家人去做这个, 那你不是界定会, 那你干嘛做僧宝啊,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佛教这些很多, 提倡的东西一定是对, 佛经里面讲, 下口石, 和药跟耕种, 像有时候老师说, 我并不很会这个, 我们在僧团里, 我们师头想要大家老胡萨也种菜, 他要我种菜, 我就说我没办法, 但是呢, 你种菜的时候, 我帮你挤水, 倒茶给你喝, 我愿意, 因为我也不能说他们错, 因为以前呢, 宋元明兵荒马乱的时候, 丛林是建在山上, 山上若不自己种菜, 不自己种到, 不自己自足的话, 人民都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 谁还给你送饭菜, 所以不得已, 众生的业力福报不足, 所以禅宗才讲,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可是听好, 这个不是绝对的, 不可以特立要求全部的人, 第二个叫仰口食, 是口往着天上, 那是什么, 专门呢, 帮人家呢, 看天象的, 包含着, 看天象的, 对, 这个, 出家人也不可以, 第三个叫作者, 四维口食, 就是讲咒术, 或帮人家战斗, 或是做灵媒, 或看三世因果, 也不可以, 爷爷会跟我抬杠, 师父某某台中有个大法师, 他很慈悲, 就是帮人家看三世因果, 然后度众生的, 我说那是他的怨地, 但是我不认同, 为什么, 假如人都是用战术, 那你就不要出家吗, 你现在家居士生, 度战术的话, 你会度更多统神, 生宝就是不可以做战术, 那但是到了藏传佛教, 听好, 藏传佛教变成特例, 特例是什么, 前几天我讲经过, 藏传佛教祭族, 祭族印度的五名, 学功巧名, 西藏里面文化背景, 跟我们现代的台湾环境, 跟文明国家不同, 西藏里面有些人是, 生了病还是到医院, 不是到医院, 到什么, 到寺庙里去求师父, 你懂针灸, 或懂藏医, 你赶快来救我, 打一只, 那是起大悲心来, 在特例紧急状况救人, 而不是说, 以众数跟占卜为行业, 知道吗, 动机不同, 但是你现在有些看到, 西藏的人波切里面, 为了善巧方便, 以清静的菩提心, 知道吗, 众生的愿, 为什么呢, 先以欲勾迁, 欲后令入国志, 找不到工作啦, 对不对, 家里有苦难啦, 试着要生男孩, 生女孩, 只好找师父, 找仁波切去占卜啦, 但是他是以清静的菩提心来帮助你, 但目的是要教你佛法, 是要劝你来修行, 而且仁波切他是不收你的钱, 共享是在你自己的方心, 这个不能毁为一谈, 那所以现在你看到, 藏传的好的大的人波切呢, 他对于广度众生, 建寺庙, 会要决定你要不要闭关的时候, 他会当在你面前, 的的确确用占卜的方法来帮助你, 那是以清静菩提心, 而不求回报的善巧方便, 跟这里讲是不一样, 这里讲是以杂染心, 出家人, 还以咒术跟占卜做自己的行业, 这是不如法, 听好, 不如法, 你的戒体就不会清静, 佛菩萨, 龙天佛法, 想一想, 你自然能够自己看你的办, 那我就不用互念词啊, 他就走了, 最后是最不好的是, 方口石, 尤其是在寺庙里面, 迎合有才士的王公贵族, 跟文武百官, 而有潘元心, 这样的出家人也是不可爱,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在这里有多说几句, 各位猜一猜, 古来丛林里面, 出家人有很多很多类, 假如简单归内有三种人, 第一种是领重修行人, 维挪师, 每边带大家共修, 做早晚课, 或是呢, 做念佛, 念佛堂, 或是禅堂, 第二类是讲经的法师, 每天为大家讲经律论三藏, 第二类叫寿经阿瑟尼, 第三类是什么, 执事生办事的, 做行堂, 点座, 知客, 各个时事的, 请问这三种人, 请问不是 Pasteur, 有 Bravo, 其实这是你说的一个 videon, 还没有怎么写过来宽症, 听还有一些课程, 夜窦却要王仕 Chop Sai, 是知名皇 3同位的脏命港町uto, 走光很当然有策读文 百合子, 而算你喜欢陆历转打马, 在哪个人你 我消保耀的钱 meidän 可是 stable的城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